11月19日,情歌星天后叮当来到上海为即将于2014年情人节开唱的演唱会宣传造势 现场首次播放了叮当的演唱会花絮 在观看时,叮当不禁眼眶含泪,似乎是感触良多 出道六年,备受各大戏剧作品青睐的叮当唱红了多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和插曲 现场一曲手掌心更是鲜声夺人 接着会上三位演艺圈男神冯绍峰和润冬人嫌棋纷纷抢肩送上了甜蜜祝福视频 让叮当大呼惊喜 不知道上海的演唱会上叮当会请哪位男神大驾光临呢 这一次我的演唱会是唱了很多 会跟大家分享很多八点档的偶像剧的一些主题曲跟插曲 那这一次在嘉宾的部分 我自己还蛮期待有机会可以跟戏剧的一些男神们 一些男神们一起合作 我自己还蛮期待四爷可以能够来到现场这样子 那一定有期待他可以带着若曦一起来啊 2014年情人节叮当将和上海的歌迷度过一个甜蜜而又难忘的夜晚 不少歌迷都密谋着在演唱会上告白求婚 入行多年叮当一直都是绯闻绝缘体 不禁也让人担心起了他的终身大事 不再这么推婚啦 我现在其实没有想太多 因为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可能一切都才刚刚开始 然后我觉得我很享受新人把很多的祝福 然后分享给大家 那我也蛮期待能够把自己当成一个月老 可以能够祝福很多人 然后大家看到别人成双成对的时候 我觉得我会很开心 对这自己的部分其实就没有那么着急啦